我们看一下今天要分享的经文 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六节 我们先来读一下 其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起来下到姚将的家里去 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 我就下到姚将的家里去 正与他转轮做器皿 姚将用泥做的器皿 在他手中做坏了 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 姚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呀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这姚将弄泥吗 以色列家呀 泥在姚将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阿们 好我们邀请我们的赵鹏成干事 用认识神的主权 活出神恩典的人为主题 进行讲道 我们掌声来欢迎 谢谢神 让我又能够站在这里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让我们开始今天 我的讲道 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 参存天父感谢赞美你的脸 主啊 感谢你 让我能够站在这里 能够说出你的话语 传出你的话语 求你降在我们中间 让我能够按你的指示 按你的话语说出 今天要讲的事情 也恳求你帮助在座的诸位 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子 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能够带着诚实的心 向你现场敬拜 感谢我们的神 公主耶稣基督多圣的名祷告 阿们 大家好 我们再次来到这里相聚 真的感谢我们的神 虽然现在状况 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美好 但是我相信 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话语 去生活下去 所以 无论是在座的 还是在视频之前的兄弟姊妹们 感谢我们的神 一起开说我今天 向神的敬拜 我今天呢 想和大家聊一个 关于比喻和象征的话题 大家知道它们的区别吗 象征呢 是借助某一个物体 事物外在的特征 来表达象征的意义 比喻呢 是用两个意识接近的概念 来描述 这些只是在写作上的技巧 在生活中 代表象征的 比如 我们结婚的时候 有人戴着结婚戒子 还有纪念碑之类的 比喻就更加的容易了 比如说在圣经当中 耶稣就用很多比喻去 说明天国是什么样子 我为什么提起这个比喻象征呢 就是我今天所讲的经文 既是比喻 也是象征 说它是比喻呢 就是神向耶利米 所说的这个过程 向他解释的这个过程 但是当耶利米去说给 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就是象征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它的对象关系很重要 神对耶利米说的时候 就是让耶利米理解神的感受 而当耶利米对 以色列百姓说的时候 就要以象征的方式 告诉神要讲明的事情 虽然听起来很麻烦 但是我们在传达的时候 不能够胡乱讲 更加的不能够简化 我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 不得不要说明一下 耶利米书的背景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背景 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通过背景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关于这个人的经历了什么 才能够更加的理解 他所做的事情 和所表达的内容 耶利米书很难读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读 大概的原因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耶利米这个人的名字 他单字的翻译 是负面的想法的意思 如果说发现我们 有些人有负面的想法 一有事发生事情 就把负面的想法去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耶利米 另外就是说 犹太人认为他是一个 哀哭的先知 因为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是流着泪写的 一首诗歌 所以人们认为他是一个 爱哭的人 总带给人们悲伤 实际上呢 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耶利米书很长 他差不多有52篇 52章 仅次于以赛亚书的66章 耶利米40年的传道生涯 所有的重点 全部要放在一卷书当中 所以说呢 还有很多重复的内容 所以说起来 读起来很让人觉得枯燥 第三点就是耶利米书 没有顺序 相信读过耶利米书的 都知道里面 约亚晋王曾经把这本书烧过 不过耶利米有位好朋友 名叫巴鲁 他的文法很好 重新的又把耶利米书写了出来 但是当时是 他把耶利米书 所有的内容 全部一起写上去 所以没有什么顺序可言 既长又难读 听起来也很让人沮丧 所以很多人都不爱读 但是这本书却非常地吸引我 我也是开始在学习耶利米书 和研究它之后 开始喜欢这本书 它最能够表达人心里面的感受与挣扎 更加能够反映出人心里的部分 在耶利米书中 描述耶利米传道的方法有很多种 有用口传道 有用行为传道 还有就是耶利米去用表演传道 谁让耶利米买了一个袋子 要去到很远的地方 将这个袋子埋在里面 埋在一个河的旁边 然后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又要走很远的路程 去把这个袋子取回来 发现这个袋子旧了 神就通过这个袋子告诉耶利米 以色列百姓就像这个袋子一样 很旧了 已经腐朽囚坏 不能够再使用 我今天所讲的这段经文也是 关于像这样一样象征的一个表现 也是神通过摇将制造器皿 让耶利米知道一些事情 去向以色列百姓表达神的意思 那么神要通过摇将制造器皿 告诉耶利米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样的信息反映出当时 以色列百姓什么样的状况呢 通过神对于以色列百姓的教训 对于今天的我们 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教训 带着这些人的问题 一起开始了解今天的本文圣经 第一我要先讲摇将与神的关系 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神像是给耶利米上了一堂课 通过摇将所做的器皿 神像耶利米传达了他的感受 如果我问这个摇将是谁 相信大家很痛快的就能够回答出 这是神 是吧 那么我如果说 为什么是神 如果让大家向别人说明 耶利米书中这个摇将 证明他是神 用大家自己的语言去说明 可以解释 我真心地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神 其实现在很多教会在传讲的时候 都说要相信耶稣 批了命地证明神的存在 见异象又做一梦 实际上神看中的并不是 我们是否如何证明他的存在 因为他本就存在 甚至我们相不相信他 他都存在 他一直都在 神最看中的是希望我们去了解他 让我们知道所相信的神 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在了解的过程中 神也希望我们去效仿他 成为他的子民 所以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言语 来说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在十八章中 耶利米书十八章中 神告诉耶利米摇将就是他 摇将选了一块泥土 要做成美丽的器皿 这寓意是神所拣选的 以色列 要让以色列成为神 美丽的国民 这对于每一个犹太人都很容易知道 因为这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然而对于今天的我们就很麻烦 因为我们首先要了解以色列的历史 如果我们去了解圣经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相信我的家谱上一定会有亚伯拉罕的名字 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 我们怎么证明神要把他做成美丽的器皿 这首先要从创世纪开始了解 我接下来讲的可能跨越度会很大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地听 也能够用自己的思考去了解 用自己的话语尝试去证明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都知道神一开始创造了人类 那就是亚当 之后沿着亚当的犯罪 罪就进入了世界 神所造的一切起初都是美好 但是罪进入之后 丑陋的一面就开始变满了遍地 不满了遍地 世界上的人都开始淫乱犯罪 秩序开始混乱 神看到他自己所造的人 开始远离他 开始自取灭亡 神伤心极了 神悲伤地说我真是后悔造了人 我相信大家一定见过一些父母 对孩子特别伤心痛苦的时候就说 我真是后悔生了你 这样的话 神一定是非常痛苦 所以他想用 降水洗净地上一切的罪 他就降下了大洪水 但是神的目的还没有完成 神的目的是要建立神永恒的国度 人类只是神建立国度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因着人类的犯罪使得神不能够完成 完成建立神的国度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神要拣选自己的国民 神就需要一个人类的代表 这样神就保留了一个家庭 我相信大家在心中一定会想起一个名字 是谁呢 是挪亚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经文 《创世纪》十二章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话语 之后挪亚的孩子 散的后代 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 这就是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的内容 是不是过得很快 从一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民族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族长时代 之后呢 又到了雅各 让雅各的一个族群到了埃及 神亲自为他改了名字 叫什么 叫以色列 这样就从一个家庭 到一个民族 再从一个民族 到一个国家 是不是很简单 这就是创世纪的核心 但是核心并不代表全部 而是通过这条线 我们发现 创世纪 神表明创世纪 他是在做什么 他要在拣选以色列 神要完成他的国度 这就是神拣选的原因 我相信大家带着这样的目的 去读创世纪 一定会发现更多的乐 与神的奥秘 讲到这里 就是神拣选以色列的过程 也就是今天经文中 姚将选择了一块泥的过程 与原因 我们可以从创世纪 到初埃及时纪当中 明显地看出 神在一步一步地拣选 他要拣选的国民 从这个角度 也可以证明 比喻中的姚将 就是我们的神 他为了拣选自己的国民 从万民中拣选以色列 塑造他们成为圣地 同样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 在我们的生命中 神拣选了我们 要成为神国中的百姓 阿们 接下来我要讲 姚将与器敏的关系 我们现在知道姚将是谁了 但是姚将并不只是 选了泥就完事了 同样 拣选以色列也不是选择了 也不是拯救他们玩事就玩事了 重要的是让以色列百姓成为圣洁 成为神的国民 就像姚将的目的是要把泥土 做成美丽的器皿 神要改变以色列的方法 就是用约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经文 出埃及记十九章三节 摩西到神那里 耶华从山上呼唤 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于以色列人说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知道 神与百姓立约的目的是为了塑造以色列 那么神为什么要塑造以色列呢 把以色列拯救出来 脱离了奴隶身份不就完了吗 进入迦南地就可以了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相信神就玩事了 相信神就进入天堂 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对吧 如果我们只传福音传说 说相信耶稣得永生 不相信就下地狱的话 这样并不是完整的福音 因为相信耶稣只是我们认识神的开始 神希望是用他的生命 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所以神让我们认识他 效仿他 然而我们却常常地把福音的重点 放在如何相信耶稣基督的上面 只停留在这里 所以我们会经常地看到什么样子呢 在教会里祷告热心 非常虔诚的人的样子 然而在工作当中 和家庭当中 却是另外的样子 这样的事情不单单地发生在 今天 同样在圣经当中 也有反应出来 接下来我要讲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 神迹呀 石灾呀 或者过红海呀 这些壮举是吧 但是出埃及记的核心却不是这些 而是神首次降临在西南山上 与他所拣选的百姓见面 就是立约 神终于可以向自己的百姓介绍自己 那样的心情就像 姚将选了一块泥 想象要 我要塑造一个美丽的器皿的心情是一样的 那个场面一定非常的庄重 能想象总统上任的第一天 见到自己的国民的欢呼 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 见到 首次见到神的声音 就像打雷一样的轰鸣 当百姓看到神降临赐下律法 就认识到自己是一块泥 认识到自己身上的罪与丑陋 所以他们怎么说 求神不要来见我们 只要摩西代替来就好了 彼得也说过这样的话 当彼得知道耶稣是神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 就看到了人心当中的丑陋 说求你离开我 所以人认识神之后 人要做出回应的举动 百姓或者彼得 并不是真的想让神远离他们 而是他们的举动 是认识到了自己身上的罪 当神说出十九章五节的话语的时候 告诉他们 他们只要谨守遵行神的约 谨守遵行神的律法 就能够成为神真正的国民 寓意接受神对他们的改变 变成神最初造人的样子 百姓全体向神 同声地一起说阿们 神通过立约的方式 来塑造以色列百姓 这看起来很像是耶利米从神那里看到的内容 神按着自己的想法来塑造以色列百姓 就像姚将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制造器皿 耶利米书十八章六节的内容 耶和华说 以色列甲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着姚将弄泥吗 以色列甲 你在姚将的手中怎样 你们在我手中也要怎样 如果我们只读这段经文的话 中心和主题好像就是在表达神的主权 可是耶利米学到的功课却并不是这样 姚将按着自己的心意制造器皿 可是泥不愿意配合姚将 泥土要按着自己的心意成为器皿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 泥土还能有想法呀 我们来一起看看以色列百姓 对神的回应 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泥土的选择 在以色列百姓答应神之后 摩西上山四十天 下来百姓就违背了与神的约定 仅隔四十天之久 他们刚刚答应神 耶稣 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都必遵行 前脚答应 后脚就忘了 之后我们还可以在四世纪当中 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反复的犯罪 之后被敌人打败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寻求神 然后他们又犯罪 直到耶利米时期 很奇怪吧 而人怎么可以这样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感觉以色列百姓 怎么能这样做呢 难道他们就喜欢这样吗 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傻 我当时就这么想 我在初看 刚开始了解圣经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太傻了 很多牧者在讲的时候 就说他们这样的犯罪 那样的犯罪 好像他们就很喜欢犯罪一样 当知道神是希望通过我们 从圣经上的事情 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 我开始选择另外的思想 我选择识学习 我开始问自己 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他们祭拜偶像 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他们等待了四四天 一开始祭拜的是一个金牛犊 对吧 他们把金牛犊当成了什么呢 代替一个划过红海的神 然后呢 他们在迦南地中 约束亚纪中 他们违背神的命令 留下了关于偶像的物品和人 想想想我们今天在相信神的时候 会不会留下 我们自己会不会有所保留 然后他们最初祭拜的神呢 是一个叫巴黎的神 掌管风雨 另外一个呢就叫亚斯塔路 生育之神 以色列百姓并不是完全信靠这两个神的 他们是祭上圣殿礼祭拜耶和华 平时的时候就祭拜这些神 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对神律法这样的混乱 难道他们祭祠不祭祷吗 其实这是要关于一个人性的问题 神带领他们脱离埃及 走在旷野中 神吃下食物 叫什么 玛拿 神告诉他们一天就收取一天的份 第二天再收取第二天的份 意义呢 就是教导他们每天要依靠神 相信神会赐予第二天的玛拿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啊 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 这听起来很容易的 但实际上这很难 我们如果把今天的食物都吃光了 我们能够相信神 第二天会再给我们食物吗 所以是什么让他们违背着神的命令 就是人心里面的贪欲与担忧 同样他们祭拜巴黎 也是一样贪欲的作祟 他们是为了生活上更加的富足 因为在当时加南地的百姓不是农民 就是牧民 他们是靠天吃饭的人 天如果不下雨 他们就要闹饥荒 我想我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样 什么时候会下雨 是吧 我们尝试 所以他们就觉得 你看其他外族的人也祭拜巴黎 我们也尝试尝试吧 万一灵了呢 我们的生活就富足了 慢慢的他们既不敢得罪神 又担心不祭拜巴黎会失去富足 最后就成为了两面都想抓取的人 都想要得到好处的人 所以说耶稣就说 人不可拜两个主 既既拜神 又拜麻门 我们接下来看 在耶利米苏当中 百姓的样子 耶利米苏六章十三节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是一味的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之虚谎 耶利米苏七章二十四节 他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而听 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 向后不向前 这是在耶利米苏中二章到二十五节中的内容 这是在耶利米苏中记载了 以色列百姓当时的状态 通过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到 不单单是百姓 在耶利米的时代 就连先知与祭司都行事虚谎 就更别提百姓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 祭司与先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对百姓说什么 这是耶和华的殿 这是耶和华的殿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来圣殿里祭拜 神就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然而神回答他们的是什么样的话语 他们的舌头是毒箭 说话诡诈 人与邻舌口说和平的话 心却谋害他 神说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 行不出神的公义 不怜悯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反而心存诡诈 欲望只是 就以为来到圣殿中 神就与他们同在吗 难道神像那些偶像一样 只要我们来到圣殿里 拜拜 生活缺少什么 祭拜一下 神就满足了我们生活的需求吗 神是这样的神吗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牧者在讲 关于五饼二鱼的神迹 然而当他们拥护耶稣 大声地呼喊耶稣 来做他们的王的时候 耶稣的举动却从来不讲 耶稣听到他们呼吁他们做王的时候 耶稣退去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只是希望帮 耶稣帮助他们脱离 弃压他们的罗马帝国 他们只是希望帮助给他们饭吃 他们心里并不是真正的爱耶稣 他们心里只是利用耶稣 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想想我们今天是否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神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上天堂 或者得到永生 想想在伊甸园中 当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 有了罪 离开了神的时候 他们才失去管理伊甸园的资格 和吃永生果子的权利 所以神的目的是希望他们得到改变 成为神国的子民 神希望是与他们同在的目的 之前我们在讲 神对耶利米说关于摇降制造器皿 摇降选择泥土来成为器皿 这里面很明显主权是摇降 摇降按着他的心意将泥土做成美丽的器皿 然而他们却说 这是枉然 我们再看一下耶利米说十八章十二节的内容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 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 个人随自己挽梗的恶心做事 神说他才是摇降 他要把以色列百姓成为美丽的器皿 成为美丽的国民 然而器皿却不肯配合 因为神说 凡寻求的就必寻见 叩门的 神就为对他开门 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 活出神的样子 不断地去认识神 活出神恩典的人生 神一定会回应我们的心 他愿意喜悦他的百姓 他更加的喜悦百姓能够为了他而去改变 感谢我们的心 我们讲到就到了这里 接下来呢 我希望唱一首赞美 来回应我们今天 神赐给我们的话 本来想月牧师帮我弹的 感受一下 觉得跑了 但是请我们 弘大尊只是帮我伴奏一下 有一条路 这首老歌 以前嘉南四选里面 小敏的歌 很有感动 我在写讲道的时候 边写又边唱这首歌 有一条路 需要我们寻求 这条路 需要我们去走 这条路 这条路是光明成长的路 要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 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 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 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 迎着路 迎着路又载又长 岂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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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 有人看了看 有人走了河头 有人走了一半 有人走十分之久 有谁能够 有谁能够被人弃绝 有谁能备弃 有谁能备弃 释迦根主 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地 天国福分地要为他存留 有谁能在永生路上走到地 天国福分地要为他存留 感谢我们的神 我做个祷告结束我今天的讲道 赞颂天父感谢赞美你的 感谢你的公义的神 感谢你的公义 感谢你的怜悯 虽然我不知道我今天说的话是否说的正确 如果说的不正确 请你让在座的 听见你的话语的人都会忘掉 他说如果我说的是你的话语 请你让他们牢记于心 把你的话语活在你的生活当中 感谢我们的神 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Amen